直到前两天 他这两个月又他参加了很多比赛 我突然想起来 这个俱乐部好像还欠怎么钱的嘛 前段时间 郭先生的儿子又拿了一家台球俱乐部中式八球的季军 他又想起了这件繁星事 事情要从2022年7月31号说起 当时还在上六年级的孩子参加了杭州九宝五分点台球俱乐部首届会员让局赛 拿到了冠军 让局赛是一种台球比赛形式 通常用于业余组比赛 由于参赛选手的水平和能力有所差异 通过让局来平衡比赛的竞争性 那次他的奖项是1800的现金和1200的台飞卡得了冠军 他们成年人打 对对对 技术呢 还行嘛 他在业余中就是算水平比较高了 平时他会参加一些比赛吗 也会参加一些俱乐部的比赛 基本都是能拿到天三左右 那水平已经很高了 还行行 你跟他打吗 我打不了 我没兴趣 基本一下不碰的 郭先生说儿子打球单纯因为兴趣 没有请过教练 三年级的时候就从小非常喜欢这个运动 觉得可以学吗 没有可以学 就经常在球场里玩 六党就是基本业余中的最高党 一个是小市级的第一个就是六党水平 郭先生说那年比完赛以后孩子就上初一了 直到几个月后放寒假了 才去五分点台球俱乐部打球 他想起来玩一下了 我就跟这个俱乐部沟通 他说这个卡已经被别人刷了 他说那个是他们球方的本身的助场教练给刷了 郭先生给记者看台球俱乐部的机费系统 他儿子的账号赠送金额是1200元 他还提供了部分扣款记录 2022年8月份和9月份都有消费 除了捉台费 还包含不少陪打费 9月份消费的比较多 每天都是几百块 9月27号那天消费了660元 这个时间基本都是我儿子上学时间 没时间来的 肯定不是我儿子消费的 他能出来吗 能出校吗 他不可能的 他在宋城的附近上学 临时地方有二三十公里 他一个孩子怎么来 家长不可能让他学不上打费球了 是吧 郭先生说 那个教练姓张已经离职了 他提供了儿子和张教练的聊天记录 2023年1月7号 儿子询问了张教练 对方回复 你的卡号什么的 我全都不知道 怎么会用你的呢 他们就是骗你的 找到杭州酒保财通大厦B楼的五分点台球俱乐部 只有两个人在打球 郭先生拨打了店长的微信电话 无人接听 工作人员告诉记者 老板和店长都不在 他让记者留下了联系方式 我跟他说一声 因为我们这边暂时他早上都没有人 只有下午他们才来上班 记者也通过郭先生的微信给店长留了言 表示想了解具体情况 截至发稿 五分点台球俱乐部没有恢复 1818黄金也几周报道